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第一个是上海金船老人院群聚感染 这是相当严重的事情 第二个是美国贸易代表署发布一份报告 指控中国远未行美中贸易协议 但是这个报告里面并没有做出 美国要怎么样回应的一些具体的建议 没有 第三个我要为各位介绍 今天发生了一个比较奇特的事情 也就是俄乌战争发生以来 乌克兰军队首次的越境反击 到达俄罗斯的境内 而且炸毁了俄罗斯的油库 待会跟各位介绍详情 另外就是朝鲜近期可能进行核事 还有韩国军机今天相撞坠毁 造成三人死亡 我们先来关心美国贸易代表署发布的报告 美国贸易代表署公布了2022年国家贸易评估报告 表示中国远未履行中美贸易协议的承诺 报告还认为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并未对中国政府主导的非市场贸易体制 以及对美国经济 美国工人和企业造成有害影响的现状 带来根本的变化 这份报告对美国主要出口市场上 针对美国商品和服务出口 美国外国直接投资和美国电子商务的 重大外国壁垒进行了全面审查 到目前为止这份的报告 大部分的矛头还是指向中国 报告还强调 中国实行的是一种国家主导的 非市场的贸易体制 推行一系列广泛的产业计划和相关政策 试图限制进口商品 外国制造商和外国服务供应商的市场准入 同时为中国产业提供大量的政府指导和监管资源 在进口政策方面 报告称中国政府试图通过提高或降低加值税 退税来管理初期农产品的进口 以管理国内的供应 通过征收或收回增值税来加强国内的目标 那报告就认为这些做法给全球小麦 玉米和大豆以及这些商品的中间加工商品市场 造成了巨大的扭曲和不确定性 报告还表示 中国在商业秘密的保护和实施方面存在严重的不足 中国国内外都发生过 极其窃取商业秘密图立中国公司的事件 报告称由于广泛的商务活动 依赖于跨国界的信息转移和对全球计算设施的灵活访问 中国近年来实行的数据安全法 个人信息保护法 网络安全法和国安法等 引起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严重关切 那报告还提到 中国继续向国内产业提供大量的补贴 给美国产业造成伤害 其中一些补贴是世贸组织规则所禁止的 报告表示 中国一直在大幅增加对农业部门的国内补贴和其他支援措施 据估计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有害鱼业补贴提供者 每年的补贴超过40亿美元 这些补贴导致了威胁全球鱼类资源的过度捕捞和产能获胜 那所以我们我刚刚为各位观众大致的介绍了这份报告 关于中国的内容 那但是呢 这个报告并没有提及 做出任何美国政府应该做出怎么样反制的具体措施的建议 我们没有看到 但是呢 在过去一周以来 美国贸易代表署代启 代表戴琪 他不断的发出这样的讯息 也就是说中国还没有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那他这个用意其实也很明显 希望中国能够采取这个措施 赶快向美国更加的履行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也就是说大概还有七八百亿的缺口 代启希望 美国也希望中国能够履行协议 那我们知道这个跟中期选举也息息相关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新冠疫情下 一家上海老年护理医院传出群聚感染的新闻 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指出 上海一家大型的老年护理医院 经传群聚感染 最近有多名患者 对不起 死亡 这似乎表明新一轮疫情 对上海金融之都的打击 比政府公开披露的情况更为严重 报道指出 三月份上海感染人数攀升以来 当局尚未报告 上海市上百家老年护理中心 爆发新冠的疫情 或出现与新冠有关的死亡病例 上海市的东海老年护理医院 有六名替补的护工 告诉华尔街日报 他们亲眼见到医院 最近有几具的尸体被抬走 至少有100名患者的新冠检测 为阳性 这六名护工是在之前的护工 被送走隔离后来替补的 那一名护工就称 他被安排给一名男性患者的遗体 穿衣服 这名患者感染新冠后 在周一夜间死亡 另一名护工回想起 夜里看到六辆灵车 停在医院门口的情景的时候 他表示自己下的要命 当时还说看看 那些是给死人用的 另外有人告诉华尔街日报 他的朋友的父亲 是这家医院的病人 在上周去世了 海生 其他去过这家医院的人说 看到了至少十几名 去世病人的尸体 中国几家主要的社交媒体平台上 也有不止六位用户发帖称 最近几日该医院 有未报告的死亡病例 报道表示 目前还无法确定这些死亡病例 是由新冠感染 还是其他慢性疾病造成的 东海老年护理医院 不公布死亡人数 因此很难将最近的患者死亡率 与先前时间段进行比较 一些患者的亲属表示 在感染新冠的护工被隔离后 他们的亲人无人照料 上海市卫生部门官员 尚未承认 刚刚提到的这个医院的感染情况 在迅速蔓延了 上海市政府在3月16号和17号 报告的两例新增新冠病例 所在地址 与东海老年护理医院的地址一致 在之后的几天 上海市政府将该地址 列为报告过感染病例的地点 但没有说明出现了多少病例 老年护理中心 我们都知道 是许多严重疫情的爆发点 疫情初期的纽约就是如此 当时护理中心的疫情 导致了近4000人死亡 今年香港护理机构的疫情 也导致了当地的新冠死亡率 创下新高 香港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很低 也是一个很重大的因素 上海东海老年护理医院 在3月25号 在他的微博账号上发帖表示 该院在13天前被封闭 新冠阳性病例将被拽 但帖文没有说明 该院疫情是何时开始的 那在该院工作了十多年的护工 张爱珍说 自己检测出阳性后 他与包括护士和医生在内的 几十名工作人员 在3月19号晚上一起被送上了一辆大巴 那张爱珍表示 他在一家隔离酒店待了一周 然后在上周末被转移到一个 由体育馆改造的临时隔离点 他说护工护士和医生都传出被感染了 那知情人士还透露过去两天 东海老年护理医院 招聘了40多名替护工 来阶梯被隔离的护工 那这些知情人士表示 许多替补护工 在被聘用前没有被告知 该院的情况 对于被要求承担照料这么多新冠患者的任务 新招的护工感到震惊 那据一名护工的一位同事表示 这个护工连续三天参与了协助将死亡患者 遗体运送出甘医院的工作 随后这名护工新冠检测呈阳性 被带走进行隔离 上周六上海一家影视制作公司的一名前员工 在微博上发帖表示 他祖母在新冠检测呈阳性后 已从东海老年护理医院转到另一家医院 他还写到东海老年护理医院的另一名患者 在感染新冠后于上周去世 这名死亡的患者94岁 是这位影视制作公司前员工的 这个一位熟人的祖母 那这个帖子被广泛的转发 所以我们知道 就是说我还印象还很深 在这个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有看到几个这个重要的中国媒体人 这个很著名的媒体人也提醒 在这个微博上面提醒 说家里面有老人的人 要趁机会赶快去看 他的意思其实也隐含着中国的新冠疫情 如果说真正散开来的话 那我们就是看待老年人 要特别特别的珍惜跟老年人相处的时间 所以不管华尔街这一个报道是否属实 现在已经传出来了 而且引用了很多这个护工 而且最重要的资讯是说 这个根据上海市的政府公布的资讯 它公布的两例的新冠病例 它的地址跟这个上海老年医院是吻合的 所以我们先为各位观众报道这个事情 另外这个上海因为疫情的关系 居民也很多很愤怒 那因为封锁的关系 但是这个也传出来 腾讯还有其他的这个社交媒体 也删除了好几段上海抗疫活动的视频 那另外呢 上海港也受到新冠肺炎延误的困扰 那卡车司机因为担心检疫 而对进入上海集装箱设施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那遏制上海最严重的冠状病毒爆发的措施 正在扰乱世界上最繁忙的集装箱港口的运营 也就是上海港 可能会推迟电子产品 纺织品 药品 汽车等核心出口 物流公司的消息人士就表示 虽然船舶被允许正常的停靠上海港 但是疫情测试协定造成了重大的引误 这阻碍了卡车和泊车处理货物 那司机也被拒之门外 除非他们能够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 阴性的数字证明 那与此同时呢 卡车司机也不愿意将货物运往上海 因为当地的政策 要求他们在城市返回时进行隔离 那一位当地的货运代理商就表示 占中国港口中输送量17%的上海港 因此而半瘫痪 这个消息实际上也是非常不好的 这也引起了 昨天我跟各位讲了上海的股市的波动 而且下跌 那中国国家卫健民正式 三月份全中国累计报告 本土感染者超过十万例 是十万零三千九百六十五例 波及二十九个省份 呈现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 其中一万例以上的省份有两个 吉林疫情仍处于发展阶段 累计报告感染者超过四万四千例 上海的疫情正处于快速的上升阶段 累计报告感染者超过三万六千例 近期感染者数量仍将增加 近日全国报告新增感染者 百分之九十来自这两个省市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际新闻 今天发生了一个比较不一样的 等于说是乌克兰军队首次的反击 而且进入了俄罗斯境内 临近乌克兰边境的俄罗斯城市 叫做贝尔戈罗德 他这一座燃料储存设施 今天发生火灾 当地官员表示 是乌克兰军用直升机 越境发动攻击所致 据贝尔戈罗德的州长 他表示乌克兰两架军用直升机 今天低空飞越了边境后 攻击了一座燃料储存设施 引发了大火 该城市是距离乌克兰边境 约40公里 也就是很重要的第二大城 哈尔科夫才距离40公里 这个州长 贝尔戈罗德的州长就表示 一个油库发生火灾 他是因为两架乌克兰军队的 武装直升机 在低空进入俄罗斯领土的空袭 在另外一条消息说 他说消防员正在努力的扑灭大火 有两名的员工受伤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则证实 有170多名救援人员 赶去救援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 还公布了一段视频 显示穿着银色隔热服的消防员 正在扑灭大型油罐的火焰 那与此同时贝尔戈罗德附近的一家 印刷公司的老板也表示 他的公司也遭到了直升机的射击 他说直升机发射了火箭弹 窗户被损坏 设备被摧毁 有屋顶遭到破坏 那袭击发生后 俄罗斯当地的媒体报道了加油站外 车辆排队的情况 但俄罗斯的能源部长保证 不会出现汽油短缺 社交网路上称 这是贝尔戈罗德拍摄的视频显示 有一架直升机发射了导弹 引发了连串的爆炸 刚刚提到贝尔戈罗德 它是位于哈尔科夫 也就是乌克兰第二大城 它大概以北约80公里处 所以这一次这个新闻 我们在俄罗斯攻击侵略乌克兰以后 战事都是在乌克兰境内发生 今天是第一次从2月24号开始 4月1号第一次乌克兰的军队 派出了两架武装直升机 到俄罗斯境内进行攻击 那俄罗斯国防部长发言人 今天没有对这个贝尔戈罗德的爆炸情况 做任何的说明 那接下来我们关心 这个东北亚的局势 朝鲜可能准备进行 2017年以来的首次的核试验 美国和韩国的官员跟分析人士都表示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 朝鲜可能很快就会进行2017年以来的首次的核武器实验 以提升其武库并增加对美国的压力 两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 封锡里核电站附近的活动等迹象表明 平壤可能正在准备进行某种实验 但具体的时间尚不清楚 那一名韩国的军方官员也证实到 他们正在追踪有关修复用于核试验的一个隧道的活动 那恢复核试验可能会给东北亚带来政治的震荡 中国和俄罗斯 曾与美国和其他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 一起就平壤以前的试验进行制裁 但在北韩上周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活动后 中俄都反对采取任何的新措施 并表示因放松制裁 中国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刘晓明 就呼吁各方表现出克制 但他表示紧张局势的根本原因 是华盛顿未能解决朝鲜的合理安全的关切 也未能对平壤自2018年以来采取的措施 做出回应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Net Price 他则表示华盛顿仍然对谈判持开放的态度 但北韩的持续挑衅 将遭致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回应 如果这个事情发生的话 在乌克兰俄罗斯战争之外 他又会引发东北亚的另一波的恶性的循环跟紧张 我们知道新的韩国总统他对北韩他是非常强硬的 所以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另外今天韩国也传出来不幸的消息 韩国军机今天相撞坠毁 韩联社的报道指出 就是当地时间今天下午1点36分 韩国空军两架的初级教练机 在韩国的上庆南道四川上空 发生相撞并碎毁 事故造成了三人死亡 一人重伤 好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也直周末先预祝各位观众周末愉快 我们下周再见